大家好,我是大伟 咱们有些朋友腰背部非常的僵硬 每天早上起床以后 非要把身上慢慢的活动开了以后 它这种僵硬感才能慢慢的缓解 那么这种僵硬感是非常难受的 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 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肌肉 是处于一个过度劳损的状态 那这种状态它是日积月累造成的 而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归咎于咱们的床 可能是偏软了 那在这种偏软的状态下 咱们的肌肉为了防止骨骼进一步的塌陷 它会有一个本能的收紧 让我们的骨骼处于一个相对而言 较舒服的生理状态 这个较舒服只是我们的大脑感觉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实际上即便你睡着了 肌肉还是一直是僵硬在那里 它持续的发力不肯放松 导致了我们起来了以后 肌肉这种僵硬的感觉 酸胀感觉就出来了 好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 大尾教大家一个全能的综合型的改善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调整 咱们的脊柱趋度 同时可以帮助咱们把我们的筋给它拉开来 做完以后呢 你会感觉前所未有的一种轻松感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 那么首先咱们双手环臂抱住 抱住了以后让我们的额头贴紧咱们的小臂 然后去靠在这个墙上 靠住 靠在墙上以后呢 我们腿微微往后撤一点 注意我的屁股 不要这样靠 你看我的屁股是往后 往后一撅 这种感觉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 后面的整个脊柱啊 它有一种拉伸感 有一种拉伸感 包括我们的颈椎会感觉还蛮舒服的感觉 好 我们就寻找了这种感觉 找到这种感觉以后 你感觉这种感觉到了你的极限了 好 OK 可以了 就停住 好 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抬腿 你看 把腿抬起来 一 二 三 四 好 就抬腿 你会发现当你的额头贴近小臂的时候 你每抬一次腿 都会非常的费力 而且这个腻的感觉是传导的懒了 咱们的腹部 咱们的这个整个后背部 以及咱们的这个背阔肌 这里都会有这种牵拉感 当然每个人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的肌肉将颈程度不一样 所以所造成的感受不一样 我们每天就把这个动作做一遍 抬腿的话 就是我们数到30下或者50下就可以了 不用做太多 那么30下到50下 咱们为一组 每天可以做个两组到三组就够了 做完以后身体就会出汗 而且这个动作 它可以有助于咱们这个消化 帮助咱们消化 帮助咱们改善这个肠胃这块的一些问题 促进肠胃 同时还能对我们的腹部有一定的刺激 锻炼到咱们的一个腹肌 好 那今天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好 非常全面的一个动作 大家如果坚持做的话 一定可以去改善咱们腰背的一个症状 而且做完以后你会非常的轻松 你做完以后活动活动肩 活动活动腿 你会发现真的很轻松 腰背部都会很轻松 那么我是大伟 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每天分享一个养生的小知识 在我的视频里面 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帮助到你和你的家人 点赞评论关注 谢谢大家